因為選舉只剩80天 那時間非常緊迫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 民進黨就是要趕快團結振作 然後把這一席守下來 無論如何這一席守下來最重要啦 所以一定要贏 因為選舉只剩80天 那時間非常緊迫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 民進黨就是要趕快團結振作 然後把這一席守下來 那至於人選的話 我相信黨主張會有最好的安排 我相信會很快凝聚共識 然後找出最適合的人選 無論如何這一席守下來最重要啦 所以一定要贏 這一次相當遺憾 天寧委員的事件發生 以我在地經營20年5屆議員的經驗 天寧委員有難 我勇於承擔 異無反顧 所以我們現在是開始正式 進入政黨線上 開始專心對於朱立倫主席來談嗎 然後不會再跟侯友宜這邊談的嗎 我們也不會這樣啦 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那麼快信這樣 要挑撥人家的敏感神經 我覺得是這樣喔 不應當用這種好像下最後控制 這樣就要一天之內規復了 感覺上就好像打擋出來 打壓小黨 更明白講 這簡直就要逼顧你 只有柯頭跟頭柯 它完全沒有讓你選擇的營地 那所以現在可以說 藍白河是破局了吧 那其實 其實正常協商表示還沒有破局啦 有時候也不用當自然談啦 所以說正常對正常 管也是有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是 開始正式進入正常協商 開始專心對於朱立倫主席來談嗎 然後不會再跟侯友一致電談的嗎 我們也不會這樣啦 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那麼快信這樣 要挑撥人家的敏感神經 沒有那麼陰險